柯文哲週末行程不少 因為台北市政府今天也舉辦了跨領域的公民咖啡館活動 範圍涵蓋了環保 社福 教育 文化等七大領域 一共吸引了超過100多位民眾報名參加 由於柯文哲也出席參與討論 同桌討論的桌長表示 有機會能夠跟柯市長面對面討論 是很特別的經驗 台北市長柯文哲和台北市民並肩而坐 雪兒騷頭 雪兒大笑 談得很熱絡 說到激動處更是匕首畫腳 手勢樣樣來 因為開放政府全民參與 是我的基本政治信念 我也相信眾人的智慧會超越個人的智慧 所以有時候透過這種公民咖啡館的方式 讓我們可以更精確的知道說 人民要什麼 不要什麼 那也可以讓我們的施政 比較適合人民的需要 選前承諾政策都會公開透明 選後柯文哲兌現競選支票 開設了公民咖啡館 柯文哲親自參與 市長非常尊重參與公民的意見 市長算相當用心 對這一塊 所以他在第一輪就選擇我們這一桌 進行整個的一個討論 所以其實我們都相當滿意 那也希望說市長加油 同桌桌長對柯市長讚譽有加 畢竟能和市長面對面溝通 已經不簡單 看在市長出馬 一百多個名額報名立刻秒殺 未來公民之聲將納入各局處政策 公民咖啡館透過和生活切身相關的議題 吸引市民來開獎也不能只是空談 羽電TV 前置女報 新英台北報導